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祂得胜一切 甚至魔鬼的一切欺骗和试探 而我们也常说 撒旦是不断试探我们的 那今天 借着魔鬼试探耶稣的经过 我们一起来认识 耶稣那不容置疑的全能 和撒旦欺骗的手段 我们在路加福音四章看到 第一节 耶稣被圣灵充满 从约旦河回来 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这里 我们看见上帝还是掌权的 并不是撒旦成功地 逮到耶稣而试探他 而是上帝的主权 容许耶稣被试探的 并且 在希腊文里 这试探也带有测试 为了鉴定的意思 上帝允许撒旦的试探 是为了让天使和人 都鉴定到耶稣的完美和全能 那第二节这里说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 日子满了 他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 这里 撒旦并不是否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但他是在唆使耶稣 滥用这身份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方便 而不是仰望上帝的公义 但在第四节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这里 撒旦所讲的食物 也代表肉体 就是人都关注的 人的需要 但虽然耶稣能把石头变成食物 他却没那么做 因为耶稣注重关系 胜于一切 他宁可相信 并等候神的供应 也不要行在神旨意以外的神迹 撒旦尝试叫耶稣体贴自己的肉体 而不倚靠神 并且他更深的企图 是要耶稣以更亲舍的方法 来取代十字架的道路 但是耶稣还是选择 忠于他的使命 为神的大祭司 来救赎神的子民 第五节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 上时间把天下的万国 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这一切权柄 荣华 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原事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 就给谁 第七节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这都要归你 耶稣说 经上记者说 当拜主你的上帝 单要侍奉他 这里同样的 撒旦尝试用世界一切的荣华 来叫耶稣放弃 从上帝而来的能力和荣耀 而选择从世界来的 就是不用经过十字架的苦痛 也能得的荣耀 若耶稣屈服了 他便是拒绝十字架 就是上帝要荣耀他的方法 但是耶稣仍然选择 抓住神要荣耀他 为大君王的方式 而单一敬畏 要荣耀他 第九节 来说使耶稣不按神的美意 来引发上帝的保护 撒旦尝试欺骗耶稣 他那么做 便能叫人都看到 他是荣耀的神的儿子 当然 上帝也要高举基督 叫人都承认 他是神荣耀的儿子 但是 但是 撒旦的欺骗 看似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 但却不是 借着十字架的道路 假但要引诱耶稣 不必经过苦难 也能完成上帝的计划 但是 这不是神的方法 所以耶稣没有屈服 耶稣的确是上帝的大先知 对神的话有绝对的信心 不愿意试探神的话 来证明那话的真实性 那第十二节 耶稣对他说 经上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 就暂时离开耶稣 魔鬼暂时的离开 便预表了他的失败 和基督全然的得胜 所以 从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到 打蛋的一切诡计 是有中心点的 就是集中于要破坏 上帝的救赎计划 要叫耶稣转离神的目的 而挺贴自己 我们也看到 耶稣的得胜 如何证明了 他便是上帝的大祭司 大君王和大先知 就是人类唯一的救主 那这跟我们的生命 有什么关系呢 就像上帝许可 撒旦试探耶稣 同样的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甚至撒旦的攻击 也是上帝容许的 都有他的美意 为了叫我们更认识他 也更成圣 那既然耶稣是大祭司 君王先知 那我们应当敬畏他 特别当我们也遇到试探时 更是依靠他 如希伯来书 自章十五节说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如同撒旦对耶稣说 你不是神的儿子吗 那把石头变成食物吧 同样的 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否也有时听到撒旦的声音 说 你不是神的儿女吗 为什么你的学业那么糟糕 为什么你的工作 没有人喜欢你 为什么你的侍奉没有果教呢 那时与其被撒旦欺骗 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眼光 改过来 正是因为我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的学业 是上帝会使用的 所以该喜欢我的人 会喜欢我的 而我忠心的侍奉 绝对是神喜悦的 我生命的一切 都是有上帝的美意的 今天 撒旦也许会尝试 叫我们以教亲神的方法 来取代要上帝要我们经过的一些挑战 要我们走捷径 走宽门 体贴自己的方便和需要 但是我们不要被骗 上帝的方法必定胜过撒旦和世界的方法 并且我们要知道 既然魔鬼屡次试探耶稣 他也必定一次又一次的来试探我们 所以我们要时常准备好 警戒他的攻击 而不要因为一次的得胜 就掉以轻心 乃是要得时不得时 都抵挡魔鬼 最后 我们也当 扎根女神的话 免得撒旦又误用上帝的话 来叫我们对神有误解 要明白神的话 就是要明白他的美意 而他的美意的大前提 就是高举君王基督 使上帝的子民蒙恩 和建立永远荣耀的国度了 弟兄姐妹 盼望你们在自己的生命里 也常确认到基督的全能 他能解决你一切的问题 并靠基督来拆穿魔鬼的轨迹 抵挡他的事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